大家好我是Paul,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又到了禮拜五的情色文學時間 那今天這個標題叫做 The Devil on Her Shoulder 她的肩膀上的惡魔 在說什麼呢很快看下去 他有一個小標題我們先看 Women are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女人就像一盒巧克力 這句話的典故來自阿甘正傳 希望你是有記得的 如果你沒看的話你要看 影史上大概前二十名的片 怎麼可以不看 那他後面接的句子 大家都會都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那表示你就是落伍了 所以女人像一盒巧克力 他原句是生命生活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你下一顆吃到什麼口味 因為外國那種巧克力一盒可能口味不一樣 所以下一句就是 You'll never know you'll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好我先打一下 So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ll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麼口味的 OK 好所以這裡在形容什麼東西呢 女人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女人是怎樣嗎 那什麼叫做 到底什麼叫做 肩膀上的惡魔在幹什麼呢 來很快看下去 我們就一樣先把它讀完好了 So 這裡說 It was just another boring book signing until the two beautiful women walked up to the table The tall blonde spoke first as the gorgeous redhead smiled shyly at me Will you sign my book Mr. Daniels? Absolutely But you'll have to go to dinner with me Sorry I'm married Sadly all the good ones are The redhead spoke up I'm not I smiled at her Hmmm So Do I need to amend my statement Or are you not good? Take me to dinner and find out So that's what I did Turns out she wasn't good She was excellent 好在講什麼 這個故事我看了之後真的回味了 5分鐘吧 想想它裡面這轉折 然後真的佩服寫得出來這樣的人 好 So it was just another boring book signing 這就只是另外一場 無聊的 book signing的意思就是 簽書會 OK book signing event 那光是第一句你就知道 這人可能是作者 或者是去要簽書的人 好 So it was just another boring book signing until two beautiful women walked up to the table 知道 而且強調the 所以她在回味這個故事 所以就是那兩個女人 知道那兩個美麗的女人 two beautiful women walked up to the table 所以walk up to什麼東西就是 走到什麼東西的跟前去 這樣子 So walk up to the table the tall blonde 所以其中一個人是高的金髮美女 the tall blonde 這裡補充一個白癡的小資訊 blonde這個詞就金髮 那加個1在後面是女生 如果不加1的時候男生版 這一個小小的冷知識 所以這個tall blonde spoke first 她先說話了 as the gorgeous redhead 就當那一個 gorgeous也是就很棒的 很漂亮的這個 redhead就是 紅頭髮的 紅髮的 smiled shyly at me 所以紅髮的那個反而 只是對著她笑 而且是害羞的笑 那我們一般 講一個也是外國人所知道的一個common sense 或者 不叫common sense 就是大家都所知道的一個 一個該怎麼說呢 大家都所認知的一件事情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就是blondes are fun 金髮女生就是比較好玩 比較愛開玩笑 比較開朗 比較你跟她說你敢不敢怎麼樣 哦我敢啊這樣子 所以敢玩的都是金髮的 好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金髮都是笨蛋 可能也就因為什麼都敢玩 他們都不是在顧後果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比較笨 好但我覺得這程度上也可能只是 大家都羨慕金髮的人 所以我大概可以這樣說 就在外國人的分類裡面 只要你是金髮的 藍眼睛綠眼睛 大概都沒差 金髮白人的話 你就是這個社會的金字塔裡的 頂點的人 你就在頂點了 你沒有什麼更高的地方可以上去 OK 所以在這個social hierarchy上面 金髮就是最高的 這樣子 所以這裡金髮先講話 非常 非常這個 傳統的一種 這個寫故事的方式 我大概可以這樣說 我有sign my book 你幫我簽我的書好嗎 Mr.Daniels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人叫做Daniels 以及我們知道他是作者 好 Absolutely 好啊 But you'll have to go to dinner with me 可是你要跟我一起吃晚餐哦 然後這金髮的女生 Sorry I'm married 這倒是令人意外 然後這個人的回應是 Sadly All the good ones are 什麼意思 所以 他就回應說 啊 太可惜了 好的女人都結婚了啦 All the good ones 什麼good ones 女人啊 Are Are what Are married 所以他就說 我結婚了 可惜啊 好女人都結婚了啦 然後這個redhead 突然間就chime in 就插話了 spoke up I'm not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當我看到這個I'm not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的是 我被他引導的方向是 他沒結婚 I'm not 所以意思是他可以跟他吃飯 可是你知道這個作者 他就對他說 I smiled at her hmm So do I need to amend my statement or are you not good 對看到這裡我也傻了一下 蛤你在講什麼我怎麼突然間看不懂 但腦袋一轉之後發現 哦沒錯 你看他所謂的 I'm not 到底是 not what 因為你回到他上一句很遺憾的是 all the good ones are 就是好的女人都結婚了 他其實有兩個訊息在裡面 第一個叫好的 第二個是結婚的 那所謂的 I am not 到底指的是 I'm not good 還是 I'm not married 你看我剛剛或許跟你一樣 都不知不覺跟到了married那一塊 可是說不定他在講的是 I'm not I'm not I'm not good OK I'm not good 好 所以Annie回來這裡 所以我需要調整我剛剛那句話嗎 Do I need to amend my statement 他的statement就是 all the good ones are married 我需要修正我那句話 就是好的都結婚了嗎 還是其實你在指的是 你是並不好的 amend這個字就是去修正 所以這邊我們就 amend 那我常跟同學補充 amend這個字像是 amend這個字最常出現的地方 是那個憲法的修憲案 所以我們講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我常講這個東西 OK 這也是美國人常掛嘴巴上的事實上 第一個amendment 第二amendment 第幾個amendment這樣子 那我記得郭大爺曾經講過 我們講說plead the fifth 就是保持沉默權 這樣子 我不想要講一些話來incriminate我自己 你問我有一件事情 I plead the fifth 我不想講 OK 好 那這個扯遠 我們先回來這裡 所以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就是憲法修憲案 第幾第幾條 好 所以你到底是哪一個呢 那這個女人就說了 take me to dinner and find out 他不能跟你去 那我跟你 你帶我去吃晚餐 你就會find out 到底我是沒結婚 還是我不好 OK 還是我不好 so that's what I did 他就這麼做了 turns out 結果 所以這個turn out的意思就是結果怎樣 那你如果把兩個字合起來 這個turn out的話 它變成一個名詞 那這個名詞是出席 出席的幾個人的出席 所以也多學一下這個字 好 所以結果啊 she wasn't good 她的確她不是她不好 她其實是excellent 所以she wasn't good she was excellent 她比good還要更好 意思是這樣 可是你有沒有catch到另外一個小小的轉折 這個轉折就是 結婚的部分呢 她可能其實結婚了 但是無論如何 她結了婚 也還是願意跟她出來 所以 Did you catch this? 我做了又想了一下下才 才想通 我們好像沒有回答到結婚的部分 但是或許 結了婚也沒差 反正 這女人超棒的就是 好啦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不要再over explain 但我知道我們今天講這一篇 可能時間上有點小短 那我們就再來看一篇好了 所以這裡講的是 它的標題是spanking 那spanking的意思就是 呃 打 通常講打屁股 OK 因為如果是打臉的話 是slack OK 而且 據我知道 有台灣的同學會誤會 像我如果真的打你一巴掌 那男生叫slap on the face嗎 不是喔 好 這裡固定的用法是slap in the face 所以要是你今天這兩個中間 會有懷疑的話 請你用in OK slap in the face 所以打誰的臉 slap in the face 不是slap on the face 好 所以打臉是slap 那打屁股之類的是spank 所以打小朋友屁股 spank 那spanking也可以是情趣嘛 你大概懂 好 所以這邊來看 這故事比較快 我們把它看完很快就懂了 而且沒有太多生智 I asked my husband If there was anything new he would like to try in the bedroom 先談好 He confessed he always wanted to try spanking I told him that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ain He said that the sexual enjoyment I'd receive Would be greater than the pain Reluctantly, I agreed to give it a try He was right of course I really enjoyed it I'm not sure what it is about spanking That feels so erotic The pain wasn't too bad Yes, my hand hurt for a while, his arse was red raw, care for what you wish for 好,結束 好,如果你懂的話,恭喜 如果不懂,我很快再看一次 我問我老公 I asked my husband If there was anything new, he would like to try in the bedroom 有沒有任何新東西是他想試的 在臥房裡面 好,那沒問題 He confessed 所以這邊第一個可能你不太認識的詞 confessed 就坦白 坦承 所以在那個天主教的那個告解 可以是confessed 所以你可以走到那個小小的小箱子裡面去 小shed的裡面 那個也不叫shed 他們叫confession box 然後就father I have sinned I have something to confess OK 天父啊,我有罪這樣子 神父啊,我有罪 好,所以confessed可以是那個 我們剛剛講那個叫什麼東西 天主教裡面那個突然間告解了 靠北,小朋友你想不出來,告解 那另外一個,因為我腦袋在想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男跟女,就不要講男生女生 反正就是你喜歡的人 你跟他告白 所以一樣 所以confessed可以是這麼多層面的事情 好,所以他就坦承了 confessed He always wanted to try spanking 他一直想試試看打屁股 這樣 I told him that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ain 我告訴他我擔心疼痛 好像也沒問題 He said that the sexual enjoyment I'd receive would be greater than the pain 所以他說啊 就我會得到的這一個 信上的享受 the sexual enjoyment that I would receive 會比這個痛苦還要更高 would be greater than the pain cool reluctantly 什麼是reluctant呢 就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這個詞蠻生動的 而且可以表達我們中文好長的一句話 所以不甘願的 心不甘情不願的 reluctant I'm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I reluctantly did something 可以 所以reluctantly I agreed to give it a try 我就同意試試看吧 He was right of course 當然他是對的 I really enjoyed it 真的很享受 I'm not sure what it is about spanking that feels so erotic 他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怎麼回事 為什麼spanking呢 會覺得這麼的 erotic 所以erotic就是也是情色的 erotic 那不要把它跟也蠻常見的一個字搞混掉 exotic exotic是外來的 ok 像每次我看到 琉璃這一樣水果 我就會想到 oh that is an exotic fruit 這是外來的水果 不是erotic fruit erotic fruit叫色情的水果 或許你會覺得香蕉石 我也不知道 好不管了 so 對他也不確定到底是 I'm not sure what it is about spanking that feels so erotic the pain wasn't too bad 他腸梗腸到現在喔 所以這個痛苦啊 並不會太誇張 yes my hand hurt for a while 的確啦 我的手痛了一陣子 他的屁股現在還是 深的一樣紅 所以你就知道 spanking的 獸方 recipient 其實一直都是他老公 ok recipient 隨便亂打一通 recipient ok 所以獸方一直來說都是他老公 所以你如果像我一樣 一直想著想著 可能就是老婆被打 老婆被打 沒有 ok so yes my hand hurt for a while is ours 那屁股這個詞 一般我們都 就看說 ass 但 比較英式的說法 是加一個r在裡面 然後se結尾 is ours was red raw 所以 紅的 然後仿佛像深的一樣 raw這個字 多加一個 所以 你就小心啊 你不要亂許願 你許了願 得到的後果 你就得去承受它 所以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這個詞 是還蠻容易在這個西方人嘴巴裡聽到的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ok 前面你如果要硬加 加個B動詞回去也是ok的 so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你不要 不要亂許願啦 總之就是這樣子 那許了願真的 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能夠承受到的後果 不能承受也不行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很想試打屁股 打到被我 被我打成屁股開花了 你就不要抱怨 這樣子 so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大概是這樣 ok 好 那我們今天講了兩篇 希望兩篇都還能夠合您的胃口 我們就下禮拜見了